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报道与分析节目 今天我们将挑战性地探讨美国总统拜登在退选后的首场全国演说 他在演说中重申了对美国的热爱和荣幸 并强调美国需要年轻新声音 拜登回顾了自己的成就和挑战 并特别强调了年轻一代的重要性 呼吁他们积极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 然而 这一决定引发了国会共和党人的强烈反应 他们认为拜登应立即辞职 拜登的演说不仅是对自己任期的总结 也是对未来的展望 旨在激励更多年轻人站出来 为国家的未来贡献力量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华盛顿的白宫 7月24日的夜晚蒙上一层庄严的气息 总统乔拜登站在椭圆形办公室的讲台前 向全国发表了他退选后的首次全国电视讲话 这一举动不仅让人们深感意外 同时也充满了深远的意义 在讲话中 拜登表达了他对这个国家的热爱 并阐述了他决定退选的原因和对未来的展望 拜登在演说一时便温情满满地表示 担任美国总统是他极大的荣幸 他说道 我们有让人累积多年公职生涯经验的时间与空间 也有让新的声音 崭新的声音 没错 更年轻的声音发生的时间与空间 这番话无疑是对他决定退选 把接力棒交给年轻一代的解释 在这段时间里 他回顾了自己的任期 尽管面对全球疫情 经济衰退和国际紧张局势等多重危机 他和他的团队依然全力以赴 推动国家前进 拜登特别提到年轻一代的重要性 并强调了美国多样性和包容性的重要价值 他说 年轻人是我们国家的未来 他们充满了创新和活力 他们有新的想法和新的视角 这些都是我们国家继续前进所必须的 他呼吁年轻人积极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 为国家的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拜登的这番讲话 不仅是对自己任期的总结 更是一种激励 鼓舞年轻一代奋勇向前 捍卫民主比任何头衔都更为重要 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碍拯救我们的民主 这包括个人的雄心 拜登坚定地说 这句话透露出 他对国家深切的责任感和无私的爱 拜登表示 尽管他尊重总统这一职位 但他更热爱他的国家 这也解释了他为何选择支持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接任的原因 他相信通过将火炬传递给新一代 美国将会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拜登的这一决定并非没有争议 在此前与共和党对手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辩论中 拜登表现不佳 令党内外对于他能否在高压力的总统职位上 继续有效履职产生了质疑 虽然他一直坚称自己有能力击败特朗普 并将特朗普形容为对美国民主存亡的威胁 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退选 在特拉华州里霍伯海滩因 COVID-19隔离休养期间 拜登通过X平台发布了一封信 宣布他决定不再竞选连任 并随后宣布支持哈里斯 在他全国讲话的当天 各大广播和有线新闻网络 都转播了这一重要时刻 拜登誓言将完成剩下的总统任期 并表示未来的重点将包括 努力结束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的冲突 推动癌症治疗的进展 以及呼吁改革最高法院等 他还谈到 对于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在我上任时 一般常识是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超过美国 情况不再是这样了 这些成就展示了他在内政外交上的努力 并呼吁国民对未来充满信心 尽管拜登的决定引发了国会共和党人的强烈反应 甚至有呼声要求他立即辞职 但白宫新闻秘书卡特林让皮埃尔坚称 这样的要求是可笑的 他表示 拜登对之前长期坚持竞选 以及如今退选的决定无悔 并强调这一决定与他的健康状况无关 拜登的顾问们也指出 尽管他退选 他仍将支持哈里斯的竞选和募捐活动 只是节奏将会比他本人竞选连任时 要慢得多 在演说的最后 拜登已充满希望和信心的语调结束 他呼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 共同面对未来的挑战 他说 美国的伟大之处在于 统治这里的不是国王和独裁者 而是人民 历史在你们的手中 权力在你们的手中 有关美国的观念也在你们的手中 他希望通过传递火炬 让新一代领导人带领美国 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拜登的这次讲话 不仅是对自己退选决定的一次申请解释 更是对国家未来的展望 他希望通过这一举动 激励更多年轻人站出来 加入到国家建设的行列中 为美国的未来注入新的智慧和力量 这段讲话无疑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标志着美国政治的新篇章的开启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哦 拜登这次演说真是戏剧性满分 简直像是好莱坞大片的结尾 就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美国总统拜登发出了一次全国电视讲话 宣布自己将不再参加2024年的总统竞选 并支持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接任 拜登这次讲话不只是为了说明他的退选理由 更是在为国家未来描绘一幅新蓝图 他强调美国需要新的更年轻的声音来带领这个国家前进 这就像是拜登在舞台上挥手告别 一边说年轻人 舞台留给你们了 在这次讲话中 拜登回顾了他在任期间的成就和挑战 从全球疫情到经济衰退 再到国际紧张局势 简直是个大杂烩 他自信地表示 美国已经找回了自己的位置 不再像许多人担心的那样 会被中国超越成为全球领导者 不仅如此 他还呼吁年轻一代积极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 仿佛是在说 来吧 年轻人别只会在网上吐槽 行动起来为国家的未来贡献力量 然而 拜登这一决定 引发了国会共和党人的强烈反应 共和党人认为 如果拜登不能竞选连任 那么他也不适合继续担任总统 应该立即辞职 这真是数欲敬而封不止 拜登在传递火炬的同时 也引发了一场新的政治风暴 不过 拜登的顾问们倒是镇定自若 表示拜登将继续完成自己的总统任期 并将在关键问题上继续发力 比如结束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的战争 争取加大政府对治愈癌症的支持等 拜登的这次讲话还特别强调了民主的重要性 他表示 捍卫民主比任何头衔都更为重要 仿佛在对观众说 听我说 比起当总统 我更关心民主的未来 这番话语充满了对国家的深情和责任感 像是一位老爷爷在给孙子们 讲述家族的荣耀与责任 然而 拜登也没有忘记提到他的对手特朗普 虽然没有直呼其名 他暗示 这是自由与混乱之间的选择 简直像是在说 孩子们 选错了人 这个家就乱套了 拜登的这次演说不仅是对自己任期的总结 也是对未来的展望 他希望通过这次演说 激励更多年轻人站出来 为国家的未来贡献力量 拜登的顾问们表示 他打算为哈里斯举行竞选和募捐活动 不过节奏将会比他本人竞选连任时要慢得多 白宫新闻秘书卡特林让皮埃尔还特别澄清 有关拜登健康问题的猜测是可笑的 拜登对退选的决定无悔 总的来说 拜登这次讲话是一次充满情感和责任感的演出 他不仅解释了自己退选的原因 还为美国的未来指明了方向 通过传递火炬给新一代 拜登希望美国能够继续在全球舞台上发挥领导作用 并在各个领域取得新的突破 所以年轻人请收起你们的手机站出来 接过这支火炬为国家的未来贡献力量吧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美国总统乔拜登 周拜登在宣布不再竞选连任后 于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了一次全国演说 这次演说被广泛认为是他最后一次 以总统身份在椭圆形办公室向全国发表讲话 内容涵盖了他在任期间的成就 面临的挑战 以及他对未来的展望 拜登在演说中 首先表达了对总统职位的尊敬 和对国家的热爱 他回顾了自己在任期间面对的多重危机 包括全球疫情 经济衰退和国际紧张局势 他强调他和他的团队努力推动国家前进 维护了美国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这些都是他一直以来坚持的核心价值观 在谈到未来时 拜登特别提到了年轻一代的重要性 他认为年轻人充满了创新和活力 拥有新的想法和新的视角 这些都是国家继续前进所必须的 他呼吁年轻人积极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 为国家的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他说年轻人是我们国家的未来 他们充满了创新和活力 他们有新的想法和新的视角 这些都是我们国家继续前进所必须的 拜登还提到将火炬传递给新一代是 团结我们国家的最好方式 他认为捍卫民主比任何头衔都更为重要 这也是他决定不再竞选连任的主要原因之一 他希望通过给新的更年轻的声音流 出空间可以为国家带来新的活力和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 拜登的这一决定也引发了国会共和党人的强烈反应 他们认为如果拜登不能竞选连任 那么他也不适合继续担任总统 应该立即辞职 然而白宫新闻秘书卡特林 让皮埃尔Karen Shampier回应称 有关拜登辞去总统职务的问题是可笑的 并且拜登的决定与他的健康无关 拜登还在演说中提到了国际上的一些重要议题 如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 他誓言将努力结束这一冲突 并争取加大政府对治愈癌症的支持 同时他还提到了最高法院的改革问题 在谈到内政外交成绩时 拜登特别提到中国的情况 他说在我上任时 一般常识是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超过美国 情况不再是这样了 他认为通过他和他的团队的努力 美国已经重新找回了自己的位置 并在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 拜登的这次演说 不仅是对自己任期的总结 也是对国家未来的展望 他希望通过这次演说 激励更多年轻人站出来 为国家的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他相信只要美国人民团结一致 继续前进 国家就有能力克服任何挑战 总体而言 拜登的演说 充满了对国家的深情和责任感 同时也传递出 他对年轻一代和国家未来的信心 他希望通过传递火炬 让新一代领导人 带领美国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拜登这次全国演说非常有远见 放弃连任是他对国家和年轻一代负责任的表现 拜登在任期内经历了全球疫情 经济衰退和国际紧张局势 他和他的团队依然努力推动国家前进 这次他决定将火炬传递给新一代 正是因为他看到了年轻一代的潜力和创新能力 拜登的决定无疑是明智的选择 未来需要更多年轻 充满活力的领导者 我是谢琪琪 拜登放弃连任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不适合继续担任总统了 你看看他在与特朗普的辩论中表现多么糟糕 言辞不连贯 脸色苍白 根本无法有效反驳特朗普的抨击 民主党内部对他的竞选能力产生了严重质疑 他这是被劝退的 拜登所谓的让新一代接班 不过是个漂亮的托词 实质上他已经失去了连任的能力和信心 谢琪琪 你这种说法完全忽视了拜登在任期内的成就 拜登上台时 美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他带领国家走出疫情 推动经济复苏 维护国际秩序 拜登的退选不仅是个人的选择 更是他对国家未来的深远规划 他支持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接任 这正是为了保证国家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拜登的决定并不是因为他无法连任 而是因为他深知让新一代接班是美国发展的必然趋势 拜登的退选更像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而不是高瞻远瞩的计划 谢奇奇,你的观点就像是三国演义里的曹操 处处怀疑别人 拜登并不是被迫退选 而是选择在最佳时机交接权力 他的演说强调了年轻一代的重要性 呼吁他们积极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 这种开放和包容的态度 正是美国能够在全球舞台上继续保持领导地位的关键 拜登的退选和支持哈里斯接班 是为了给国家带来新的活力和希望 你说这是无奈的选择 我看这更像是明智的战略布局 楚天书,你的观点就像诸葛亮一样 充满理想主义,但现实是残酷的 拜登的退选固然有他的一番苦心 但更多的是他个人已经无法胜任这种高压工作 他在辩论中的表现以及健康状况 早已让人质疑他的能力 所谓的传递火炬不过是个漂亮的借口 掩盖了他自身的弱点和无奈 国家需要的是强有力的领导 而不是一个因无力连任而退选的总统 拜登的退选或许能给年轻一代机会 但也暴露了他自身的无力和无奈 人工智能、语音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回多数人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